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面对一些惊人的现实 澳大利亚的平均气温首次上升到了1.5度 这一数据震惊了全国 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气候变化的影响 科学家们警告,极端野火天数也在急剧增加 澳大利亚的未来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同时,我们还将带您深入了解国王和女王 在印度的奢华水疗假期 看看这位皇室夫妇 是如何在繁忙的寻访中寻找片刻的宁静 以及这次休息对于国王康复的重要性 此外,BHP的董事长也在股东大会上发出警告 全球贸易面临新一波保护主义的威胁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将对市场造成影响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未来的经济走向 这些话题都充满挑战性 让我们一起揭开背后的真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如火如荼的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中 澳大利亚的气温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Xero和气象局的最新报告 澳洲的平均气温自有记录以来 首次上升了1.5度 这一数据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显得尤为刺眼 这一升温速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1.2度 因为陆地的加热速度比水快 使得澳洲成为气候变化的热点 科学家们在报告中指出 这个升温趋势不仅与全球变暖步伐一致 还在不断加剧 特别是在极端气候事件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澳大利亚的极端野火天数 在某些地区每年增加了多达25天 这表明火灾的季节延长且强度增大 两年前 澳洲的平均气温自1910年以来上升了1.47度 而今年这一数字已经越过了1.5度的界限 Xero的气候研究经理 第二,Jesse Brown警告称 全球平均气温升高1.5度 是巴黎协定设定的红线 而我们已经越过了这一警戒线 他指出 避免全球气温进一步升高并不容易 未来几十年内 地球可能需要更多努力 才能将升温限制在1.5度以内 然而 这份报告中的数据 对于曾经深陷野火者来说 不仅仅是一些冰冷的数字 野火幸存者气候行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 Sirena Joyner指出 这些数字掩盖了大量的创伤和心灵的痛苦 野火季节变得更长 更严重 我们的成员对这类报告感到深深的绝望 这使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的降雨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特别是在西南部寒冷月份的降雨量 自1970年代以来下降了约20% 这种降雨模式的变化 结合海洋温度的上升 自1900年以来上升了1.08度 促使科学家们呼吁对气候变化 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第二 Carl Braganza指出 这些变化表明 气候变异的影响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背景下 澳洲的情况 无疑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气候变化和能源部长 Chris Bowen呼吁 这份报告重申了 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并且强调 只有政府强有力的气候行动计划 才能引领未来 与此同时 世界的另一边 黄室的休闲旅程 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 据Telegraph报道 国王和女王 在从澳大利亚和萨摩亚的 寻访回程中 特意在印度班加罗尔的 Sukir度假村 享受奢华的水疗假期 这一度假村 以其瑜伽和健康项目而闻名 两位皇室成员 已经多次来到这里 沉浸于这里的整体健康理念中 白金汉宫的发言人表示 这次水疗假期 是帮助国王缓解 寻访回程的漫长旅途 而非与其正在进行的 癌症治疗有关 据了解 这家度假村 对国王和女王并不陌生 这里的疗程 从早晨的瑜伽课程开始 一直到晚上9点西灯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节奏 这段小气候 国王计划恢复美洲的癌症治疗 此次寻访 被宫殿形容为国王的完美良药 因为它在形成中蓬勃发展 并对明年恢复传统海外寻访 充满期待 在全球经济的另外一角 矿业巨头BHP 在布里斯班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对全球贸易环境的未来 表示担忧 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 BHP董事长肯 麦肯齐 在会上提醒 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 推动的新一波保护主义 正在对全球贸易构成威胁 特别是在美国即将举行的选举中 这一波保护主义 可能会影响到 公司未来的政策 与经营策略 麦肯齐指出 全球正面临一系列重要选举 这些选举可能会重塑政策格局 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的未来 他还提到 中东 乌克兰和苏丹等地的人道危机 以及中国经济不均衡复苏 所带来的挑战 这些问题都在考验BHP的运营能力 此外 会议期间 BHP还面临来自抗议者的压力 这些抗议者 对BHP在昆士兰的煤矿运营 表示不满 BHP计划向昆士兰政府游说 推动进步的煤矿税收政策 以吸引更多的投资 并为公司寻求 更具竞争力的投资选择 此外 BHP首席执行官麦克亨利 在谈到2015年 巴西法达水坝崩溃事件时 深表歉意 这场事故对许多人 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尽管BHP已与巴西当局 达成和解协议 仍然面临集体诉讼 这显示出 公司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 所面临的挑战 从气候报告到黄市形成 再到全球贸易的挑战 每一个环节都在反映着 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这些事件 迫使我们重新思考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并促使各方 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 以应对愈发严峻的全球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气候变化 是指大气层及其 与地球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 所导致的长期变化 这包括温度 降水 风模式 和其他气象现象的变动 气候变化 是地球系统自然波动的一部分 但自20世纪中叶以来 人类活动 尤其是化石燃料燃烧 和土地利用改变 已经加剧了这一现象 导致全球变暖 及其相关影响 气候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注 因为其潜在影响广泛且深远 包括海平面上升 极端天气频率增加 生态系统退化 以及对人类健康和经济活动的威胁 科学家通过观测和模型模拟 普遍认为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 是导致当前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在历史上 地球的气候 曾经历多次自然变化 包括冰期和煎冰期 然而 当前的变化速度和范围 是前所未见的 自工业革命以来 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了约40% 这主要归因于燃烧化石燃料的活动 根据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报告 从1880年至今 全球平均地表温度 以上升约1.2摄氏度 气候变化的影响 不均匀地分布在全球 不同地区和生态系统 面临不同的挑战 极低地区的冰盖和冰川迅速融化 导致海平面上升 威胁沿海和低洼地区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可能面临更频繁的热浪和干旱 而其他地区 则可能经历更多的暴雨和洪水 面对这一挑战 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1992年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NFAC和其后的京都议定书 及巴黎协定 是全球努力的主要框架 巴黎协定 目标是将全球升温 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二摄氏度以内 并努力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这些协议要求各国制定和实施减盘目标 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和适应策略 数据显示 尽管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长和技术进步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在上升 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化石燃料使用增加 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创纪录的36.44亿吨 这需要更紧急和有效的行动来缓解 除了政府的努力 企业 城市和公民社会也在寻求减少碳足迹和增强气候韧性的方法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迅速发展 能源效率的提高 以及碳补货与储存技术的进步 代表了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 此外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促进可持续农业和渔业实践 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 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且多层面的问题 需要全球协同合作和持续努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正在不断完善和加强 然而 时间紧迫 未来的行动不仅需要减少排放 更要着眼于适应和转型 以保护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澳大利亚气温的上升 是一个严重的警示 当年 巴黎协定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目标就是限制全球升温不超过1.5度 然而如今 澳大利亚的气温已经达到这个临界点 这不仅威胁着当地的生态环境 也影响全球气候 人类不能再无视这种现象 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哎呀 楚天书 你总是这么悲观 澳大利亚的气温上升虽然令人担忧 但我们不能忘记科技的进步 1950年代冷战期间 美苏竞赛的紧张氛围反倒促进了科技的飞速发展 现代科技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些环境问题 何必这么起人忧天呢 谢其器 科技固然能带来希望 但指望科技解决一切 就如同当年希腊人寄望于诸神解决人类问题一样 不切实际 我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比如减少碳排放 支持可再生能源等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 在制定一个解决方案之前 你必须先承认问题的存在 而不是寄希望于奇迹 呵呵 楚天书 你大概忘了 非洲草原上的狮子们在面对干旱时 可不会坐下来开会讨论如何解决问题 它们适应环境 改变行为模式 人类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之一 也应当展现出其适应能力 市场经济会驱动绿色技术的发展 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而不是只担心未来 谢其器 适应能力是生物进化的基本法则 但人类社会在某些方面 并不如狮子般简单 我们的工业系统和生活方式 使得我们不能仅靠市场 来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 就像二战时期那样 全球合作与共同努力 才能解决全球性挑战 今天的气候问题 同样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楚天书 你的想法未免太单一了 当年马可 波罗布也曾用独特的视角看待中国 并促使欧洲探索新大陆吗 跳出原有的思维框架 我们需要的是创新思维与灵活应对 政府和企业合作 公司合营或许会是一个解决之道 既然问题复杂 为何不运用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呢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奇奇的辩论 围绕住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解决方案展开 展现了当前环境问题的两重对立观点 值得深入思考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气候变化的迫切性 他利用澳大利亚气温上升的现实力证 表达了对全球升温的担忧 他提到巴黎协定的目标 呼吁人类采取实际行动以应对这一挑战 这重对问题的严肃态度无疑是必要的 因为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讨论 更是当前世界面临的现实威胁 楚天书引用爱因斯坦的话 强调问题的承认是解决方案的前提 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这个基础上 他主张同过检少探排放和支持 可再生能源来实现变革 这种具体的行动呼吁是值得赞扬的 然而 谢奇奇的反驳也不乏深意 他主张科技的进步能够成为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 并且用历史背景来论证科技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他提到是场经济的力量 强调创新和灵活应对的重要性 这众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因为人类历史上确实有许多科技突破改变了局势 然而 这种观点却似乎低估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 在辩论中 两位辩手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然而 楚天书的立场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 谢奇奇所提的市场和科技的力量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效 但依赖市场本身解决如此庞大的问题 显得过于乐观 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它涉及生态 经济 社会等多个层面 单靠科技和市场的力量难以应对 总结来看 楚天书的观点提醒我们 必须中世气候变化的现实挑战 而谢奇奇的回应 则提供了一个相对积极的视角 这场辩论清晰地呈现了两重思路的碰撞 让我们认识到 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 既需要科学技术的创新 也需要全球合作的努力 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铺平道路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